镜头继续来到屏东县 在连日好雨之后 通往雾台的台24线伊拉变桥 损害非常严重 整个结构都变形了 可能要一个月之后才能够修复通车 而目前已经撤离到收容中心的部落居民 听说又有台风要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家 心情都非常沉重 原本应该平坦坚固的伊拉变桥 由于受到暴涨河水的冲击 钢古结构整个变形 连桥面都变成波浪状 工程单位的重型机具都在现场待命 但是大雨下不停无法抢修 估计可能还要再等一个月 直到7月15号才能通车 严重影响雾台乡的连外交通 主要会影响哪几个部落对外的通路 全部全部全部 就是雾台 神山 谷川 还有大午 乡公所表示 大约有270多位居民留在山上 粮食物资到周六之前都充足 如果天候良好 就会启动空中救援 把老若富儒先揭出来 由于雨势又持续增大 三地门乡的平31线公路的路况 也是持续恶化 至于德文往大色部落的道路 里面又有道路滑动的现象 高低落差有一到两公尺 车辆完全是无法通行 三地门乡的德文和达来两个部落 总共有将近200位居民正式撤离到体育馆 但是远离家园大家都不安心 又有人坚持每天都要回家 警察严格管制进出 乡公所也加强劝导 请民众先不要回家 以免发生危险 不过大雨还是下不停 山区民众的生活很难恢复平静 记者东方陈显坤 SNG小组 屏洞山地门采访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